但是兩個的差別就是 Iron Man 超紅 然後 Rocket Red 更好 歡迎來到 88 研究室 就這樣看你 大家好 我是John 你們有沒有覺得超級英雄類 像是 DC 漫威 黑馬 勇士漫畫等等的 很多的英雄能力都超級像 這會是巧合呢 還是有內幕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 漫威還有 DC 這美漫的兩個巨頭 他們重複的角色有哪些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呢 我們頻道通常會做一些電影的分析 主要呢是漫威英雄或是 DC 英雄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話請訂閱我們 記得按下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新的影片我就會通知你喔 現在不管是美漫界或者是電影界 只要說到英雄 第一個應該會想到的就是漫威或者是 DC 漫威 Marvel 漫畫成立於1939年 DC 漫畫則是早他們五年 創始於1934年 兩家都有各自死忠的粉絲 也都有很多各自超紅的IP角色 但是有些角色的相似度真的是有點高啊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用幾個大家比較熟悉 MCU出現過的漫威英雄來做了一個排列 讓大家知道那些年 DC 跟漫威互相參考的角色有哪一些 當然是要說參考 畢竟兩家漫畫家其實是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所以其實你真的說要抄襲的話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而我... 是... Iron Man 鋼鐵人Iron Man在1963年出現 而DC的紅火箭Rocket Red則是在1987年出現 Iron Man應該不用解釋了 那Rocket Red是誰呢 其實紅火箭是蘇聯為了要抵抗美國創造的英雄 後來人越來越多他變成了一個團隊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世代 他們相似的地方在哪裡呢 他們其實外表都是高科技盔甲 然後都是紅色的 就這樣 然後是穿著盔甲的人這樣飛來飛去 但是兩個差別呢就是Iron Man超紅 然後Rocket Red就有... 鋼鐵人的本尊呢 Tony Stark 大家知道Tony Stark是有錢 聰明 然後有高科技 然後是花花公子爸媽都死了嘛 DC大家會想到誰呢 沒錯就是綠劍俠 是嗎 綠劍俠也是 好啦 其實是Bruce Wayne 因為他是1939年就出現的一個人物 但是相比起來 其實Tony Stark還是比較有錢一點 那在我們的影片繼續下去之前 看到這個嗎 有沒有像飛龍龍 對 他是璀璨寶石 我變 另外一盒出來有沒有厲害 這是一款超好玩 我跟Tricia跟Sherry最近 有點迷上的一個左右 璀璨寶石其實是有原版的 但這個是加入漫威元素 這款遊戲非常簡單 主要對我來說就是 讓大家知道被動收入的重要性 他其實主要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寶石 你要收集 收集到16分就會贏 遊戲玩法非常簡單 其實只要會購買東西就好了 你看他那個硬幣的質感超好 很像專業的德州布克籌碼一樣 質感非常的好 重要的東西來了 其實你要購買的東西就是這些卡片 卡片裡面 因為我們都說這是漫威版的嘛對不對 其實都有大家熟悉的英雄 你看這邊有星星 有Drax 欸 Hella Hella的出現 大家可以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可以看到更多你喜歡的角色 說不定你還可以用錢買到它喔 因為我在這邊只想要跟大家推薦這款遊戲 所以詳細的遊戲玩法 跟一些小撇步會在 我們另外一個頻道 遊戲頻道 TipperGG 上面跟大家介紹 在這邊呢先跟大家介紹 這款璀璨寶石 價格1500 他真的好玩 而且很多不同的策略性 上手很簡單 如果大家喜歡漫威 蠻推薦大家來買來收藏的 因為質感很好 然後裡面有很多漫威英雄在裡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收集他自己喜歡的角色 好 回到影片 美國隊長Captain America 跟守衛者Guardian 美國隊長不用多說 但Guardian是誰呢 原版的Guardian Jim Harper 是一位警察 但是他同時也是一位英雄 叫做Guardian 因為他想去抓那些法律漏掉的壞人 雖然說他沒有操能力 但是他有一個防彈的盾牌 你覺得什麼 對 我覺得可以 他跟美國隊長 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哪裡呢 他們都是身懷無機 沒有特別的操能力 但是都是用盾牌 我可以做這整天 我知道 我知道 最相似的地方就是 他們這個身份 也會傳給不同的人 會那麼相似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隊長的作者 Joe Simon跟Jack Kirby 後來有跑到DC去 然後就創造了Guardian 所以基本上 作者一樣他只是在漫威創造了 美國隊長 然後在DC創造了Guardian 我們認識相似的 他在工作的朋友 索爾 Thor 跟雷電 Thunderer Thunderer 索爾這個角色呢 應該不能說誰超級誰 應該算是比較公開參考吧 畢竟索爾他本身就是 北歐神話的一個神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漫威這邊 對於北歐神話 作造的那個世界 比較完整一點 那DC是沒有做的那麼完整 只是他要把名字稍微改一下 像 我們知道的Asgard 在DC的世界呢 他有一個多種宇宙 叫做 Angor 除此之外 Thunder 他的特性基本上就跟 除了一模一樣 就是 雷神 然後有個彩虹橋 會傳送來 傳送去 但是他的名氣就差很多了 因為不是Chris Hemsworth 浩克 Hulk 索羅門格蘭迪 Solomon Grundy 來大家猜猜哪一個是先呢 浩克 錯 不是浩克 其實是Solomon Grundy Solomon Grundy比較像是一個 大家熟悉的殭屍啊 他就是一個殭屍 然後他是反派 他有超強的力量 耐力 還有自我回復能力 停 在你的生命中 不要砍 大魔鬼 而且喜歡裸上身 因為殭屍 所以灰灰的 灰灰的這個地方 其實跟初代的浩克很像 大家應該有聽過這個故事 就是 浩克 原本在被創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灰色的 但是因為某一次 印刷場出的問題 才會變綠色的 他們漫威那邊看一看 綠色還不錯 那就變綠色的浩克 黑寡婦Black Widow 仿鷹鳥 Mockingbird 跟DC的 黑金絲雀 跟塔利亞爾國 黑寡婦大家一定不陌生 但是Mockingbird 可能大家沒有看過 但有看神論局影集的人 應該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有在神論局裡面出現過 那他們的特徵呢 全部都是穿性感情深衣的 武打美少女特務 但是黑寡婦跟 Mockingbird 不是第一個出現的 其實第一個出現的是 DC的 Black Canary 就是黑金絲雀 後來出現了一個 叫做塔利亞爾國的人呢 他是忍者大師 就是Ross爾國的女兒 對 所以他們就有懷疑說 喔這可能是 漫威參考的DC之後 DC又去參考漫威參考的DC的東西 就是這個 塔利亞爾國 鷹眼 Hawkeye 綠劍俠Green Arrow 真的要說參考的話 應該是羅賓漢吧 因為羅賓漢在 1370年就已經有 出現他的東西了 所以 漫威跟DC應該都參考羅賓漢 所以羅賓漢贏 耶 羅賓漢你好棒 他們的特徵是什麼呢 沒有任何超能力 然後都會很會射箭 但是鷹眼跟綠劍俠 比起來呢 仰眼的程度 以真人版來說的話 我覺得綠劍俠還是 比較厲害一點 綠劍俠的姿勢比較帥 但是鷹眼很會唱歌 復仇者聯盟 Avengers 跟正義聯盟 Justice League 大家應該對這兩隊 沒有任何的疑問吧 我應該不用多做解釋 當初正義聯盟 最先在1960年出現的時候呢 Stan Lee就說 那我們也創一個 把所有的英雄 組合起來的聯盟好了 你想像嗎 因為漫威有參考很多 DC的英雄 然後 如果這些DC的英雄 組合起來變成 DC版的復仇者聯盟 看起來會怎麼樣呢 等一會 你們不是真正的 再來 奇異博士Dr.Strange 跟命運博士Dr.Fate 一個是醫生 然後另外一個是 考古學校的博士 兩邊都會使用魔法 有高智慧 而且知道的東西有超多的 但是 奇異博士還是比較紅 可能因為就是 班尼迪克丹 我是說班尼迪克丹 -你多久在科米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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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科 -你多久在科米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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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但是要說誰比較早的呢 《命運博士》 其實早在1940年就已經出現了 奇異博士 只要晚了他23年 在1963年才出現 雖然角色能力很像 但個性還是差很多 奇異博士應該算比較急歪一點吧 -你會不會這樣嗎 -保護你的現實力 -傻子 《黑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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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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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豹》應該不用多解釋了 就是 -我看到不會啦 然後就R.I.P Chadwick Boseman 那黑豹呢 其實在真人電影之前 他早在1966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累積粉絲了 因為他從漫畫就出現 當時也是第一個 非洲裔的英雄 得到非常多人的喜愛 然後在2016年呢 迪奇決定要出一個 比較類似黑豹的東西 他叫做 《紅獅》 《紅獅》 兩個角色看起來都超像的對不對 因為都是這種 貓科系的 那為什麼會那麼像呢 因為都是同一個作者 Christopher Priest 他創作的 他是黑豹的作者 然後也是紅獅的作者 紅獅是誰呢 紅獅是一個非洲國家的獨裁者 設定是一位反派 然後也是暴君 紅獅的能力主要就是 穿上一個上中給的制服 就是這個紅獅的制服 他原本只是一個普通人 主要的能力是 會用槍 有領導能力的打槍 然後用戰術分析能力 所以整體能力來說 就是比黑豹薰 然後就跟獨者的接受度一樣 他就是沒有很紅 紅獅 掰 蟻人Ant-Man 跟原子俠的Adam 搞笑的蟻人呢 雖然比原子俠Adam還要晚一年出現 但是比較複雜的地方來了 原子俠的Adam 他其實是在第二代的時候才會縮小 蟻人是第一代的時候就已經會縮小了 這是Scott Lang 我們有幾年了 稍微解釋一下 初代的原子俠 他原本只是一個 一直被霸凌 然後決定要當英雄的人 但是到第二代Ray Palmer的時候呢 他才有研究高科技盔甲 可以讓他縮小變大 只是現在 蟻人的名氣比較大一點 雖然說 真人版也有演Ray Palmer 然後是在綠劍俠裡面 而且飾演第二代Ray Palmer的 TheAdam的人呢 也是之前演過超人的Brandon Bruth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得到大家的喜愛呢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你覺得 第一代MCU復仇者聯盟 跟第一代的DCEU正義聯盟 兩個互打的話誰會贏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公司討論 有認真留言的朋友就有機會抽到我們這顆 價值一千五的璀璨寶石桌油油 耶 真的超帥的 油藥真的超帥的 好那喜歡我們88研究室 喜歡看電影的朋友 請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嗨大家好我是John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來看一下我們之前 拍的另外一些影片 嘿 你們有推薦 很棒吧 很可愛吧 嘿嘿 那喜歡我醬的話 歡迎到IG上面 追蹤 JoeJohnTalk 如果不喜歡我的話 沒有關係 你可以追蹤 我們Tricia小崔 還有我們的可愛的Holy 她是Sherry啦 哈哈 好啦 那先這樣子囉 掰掰 不要走不要走 嗨